喝酒会影响到肝肾的健康 并且也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 容易引起酒精中毒 会影响到胃黏膜的健康 同时也会增加患有各种疾病的风险 大量饮酒会导致肝部疾病的发生 喝酒时要注意适当吃饭再喝酒 应该要控制饮酒量 不要喝高度酒 否则会引起酒精中毒 会影响到肛脏器的健康 爱喝酒的人要记住饮酒的最佳时间 一天中的早晨和上午不宜饮酒 尤其是早晨最不宜饮酒 因为在上午这段时间 胃分泌地分解酒精的酶 酒精脱青酶浓度最低 在饮用同等量的酒精时 更多地被人体吸收 导致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较高 对人的肝脑脑等器官造成较大伤害 每天的下午14时以后饮酒 对人体比较安全 尤其是在下午15时期时最为适宜 此时不仅人的感觉明锐 而且由于人在午餐时 进食了大量的食物 使血液中所含的糖分增加 对酒精的耐受力也较强 所以此时饮酒对人体的危害较小 另外 人在空腹 睡觉前或在感冒时饮酒 对人体也有很大的危害 尤其是白酒对人体的危害较大 饮酒的最佳种类酒有很多种类 比如白酒 啤酒 黄酒 葡萄酒等 从人体的健康角度说 众多酒类中以果酒之一的红葡萄酒 对人的健康最为有利 据研究发现 红葡萄酒含有一种被称为 胡皮筒的植物色素成分 这种色素具有抗氧和抑制 血小板凝固的双重作用 可以保持血管的弹性与人体血液畅通 因此不易导致心脏缺血 所以经常饮用红葡萄酒 可以减少心脏病的发病率 荷兰裔医医生观察805名男性发现 常饮红葡萄酒患心脏病的危险会降低一半 而法国人少患心脏病 即得一次白葡萄酒虽与其同踪 但因在尿制过程中 胡皮同丧失殆尽 故几乎无保护心脏的作用 饮酒的最佳饮量 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 约为每公斤体重1克 一个60公斤体重的人 每天允许摄入的酒精量 应限制在60克以下 低于60公斤体重 这应相应减少 最好掌握在45克左右 换算成各种成品酒 因为60度白酒50克 啤酒1公斤 威士忌250毫升 红葡萄酒虽有益健康 但也不可饮用过量 以每天2-3小杯为佳 饮酒的最佳做菜酒 对身体的危害大小 与血液中酒精的浓度 有极大的关系 当空腹饮酒时 往往会导致血液中 酒精浓度急剧升高 对人体的危害较大 而在饮酒时选择理想的做菜 不仅能满足饮酒者的口服 同时也减少了酒精对人体的危害 从酒精的代谢规律看 最佳做菜 当推高蛋白和含维生素多的食物 因为酒精精肝脏分解时 需要多种煤与维生素参与 酒的度数越高 酒精含量越大 所消耗的煤与维生素也就越多 故应及时补充 富含氮胺酸与胆碱的食品 有为有益 如在饮酒时 应多吃一些新鲜蔬菜 鲜鱼 瘦肉 豆类 蛋类等注意 切记用咸鱼 熏肠 腊肉等食品 作为下酒的佐菜 因为熏腊类的食品中 含有大量色素与压消案 在人体内与酒精发生反应 不仅伤害肝脏 而且会损害口腔与食道粘膜 甚至又发癌症 这样喝酒才能减少危害 适量喝酒可以促进血液回圈 并且能够提高人体的预寒能力 适量喝酒可以增强心血管的弹性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同时 还具有缓解压力的作用 但是大量饮酒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 大量饮酒会损伤到肝肾的健康 会诱发肝脏疾病 平时应该要控制饮酒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